10月11号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对于蔡英文双十讲话中称,和平是两岸的唯一选项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强调,两面手法骗不了世人 陈兵华指出,对于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岛内民众自有公论 2016年上台以来,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顽固随形台独分裂,以外谋独,肆意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严重损害广大台湾同胞切身利益,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危险境地 陈兵华强调,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 是岛内主流民意,九二共识是两岸对话协商的共同政治基础 民进党当局一边空谈和平,互动对话,一边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这种两面手法骗不了世人,搞和平分裂更是痴心妄想 发布会上另有记者提到 马英九先生不满民进党当局将双十活动的英文名称 改为所谓台湾National Day 指出这也是在偷渡台独 马英九因此拒绝参加相关活动 朱立伦、侯友宜等也没有参加 陈兵华表示 我们赞赏马英九先生等岛内各界人士 反对台独的明确态度 近年来 民进党当局频频上演 夹带台独失祸的政治闹剧 只会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只会让世人看清他们 谋独之心不死 无论民进党当局 台独失利 怎么折腾 搞哪些小动作 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也阻挡不了 祖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的历史大使